大家好,今天是1月24日星期一 在1986年今日,美國太空總署的航行者2號 掠過了天王星,發現了天王星比之前想的多11個月亮 而且收集了相當多數據,讓我們對天王星有深入的了解 不過之後都沒有坦船再掠過天王星 回到天氣,今早英國多雲了一點,不算太冷 日間預計都比較多雲,北部有些時間都有陽光 一齊來看看1月24日英國的天氣 衛星雲圖可以見到,整個英國都有一些雲蓋著 而蘇格蘭的雲比較厚一些 英國氣象局的天氣圖顯示,高雅隻的中心略為東而 不過高雅隻仍然覆蓋著英國大部分地方 所以今天下雨機會也不是那麼高 只不過在蘇格蘭北部有個封面系統在 當地就有機會有些細雨 雷達上顯示在蘇格蘭北部有些雨區在 整體來說今早早英國都比較多雲一些 只有很少地方就見到月光 整體來說北部氣溫今早5-6度左右 南部氣溫就是4-5度 英格蘭中部天氣相對比較好一些 因此氣溫也比較低一些 有些地方氣溫只有1-2度 不過對於英國大部分地方來說 今早天氣不算好冷,都未必會結到雙了 預計今天的零星雨區都只是影響蘇格蘭北部 其他地方下雨機會就比較低 今天日間都是比較多雲一些 只是很少地方部分時間就會見到陽光 今天下午3時預計北部氣溫就是7-8度 南部氣溫就上得不多 因為都比較多雲,只上到5-6度 英格蘭中部氣溫都是4-5度左右 預計明早早南部天氣又再冷過 氣溫會跌到1-2度 不過北部氣溫都會維持著5-6度 後日早早氣溫比明早早高一點 北部氣溫會有6-7度 南部氣溫都是2-3度 然後到星期四早早整體來說氣溫就會升一些 英國全國氣溫普遍都是6-7度 有些地方去到8-9度 看看英國氣象局的城市天氣預報 Belfast今早會見到陽光 下午就會多雲一些 主角氣溫會是8度 Glasgow今日就是多雲為主 主角氣溫也是8度 預計明天後日氣溫變化不大 但後日就會有機會有些雨 Edinburgh今天部分時間會有陽光 主角氣溫會上到9度 Newcastle今天就相對好天 主角氣溫會上到8度 Niss今早短暫時間會見到陽光 氣溫會由今早3度上到5度 Sharefield今早起溫只有1度 今天天色都不錯 日間部分時間都見到陽光 氣溫會上到5度 Liverpool今天就多雲為主 日間有些時間都見到陽光 氣溫會由今早2度上到5度 Manchester今天也是部分時間會見到陽光 氣溫最高來講就會是5度 Bermingham今天就是麥雲 氣溫變化不大 都是在2-3度徘徊 明早氣溫都是1度 明天日間都是多雲為主 主角氣溫都是3度 後日早起溫都是1度 Milton Kings今天就天陰 氣溫變化也不大 都是3-4度徘徊 Cardiff今天天陰 氣溫變化也不大 都是4-5度 Bristol也是天陰 基本上氣溫就沒有變化 日間氣溫都只有5度 明早起溫就會跌到3度 明天日間都是天陰為主 氣溫都只有4度 都幾凍下 後日早起溫跌到2度 Exeter和Suffhampton今天也是天陰 Exeter今天氣溫在6度徘徊 Suffhampton也是今早5度 日間氣溫都只有6度 Riding今天也是天陰 日間氣溫不是怎麼動 都是4度 Riding今天也是天陰 全日氣溫都是4度 明早起溫會跌到2度 明天也是天陰 最古氣溫只有3度 後日早起溫又跌到1度 好 接下來幾天天氣都是多惡為主 參考一下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的預報 如是接下來幾天 南部天氣都是冷過北部 明早倫敦的氣溫會跌到接近冰點 之後兩天氣溫會有些向上升的趨勢 不過之後星期四晚氣溫又會再跌過 之後的北河定星比較大 不過整體來說都會比現在暖一些 最後總結一下天氣情況 今天天色都是多雲為主 北部有些地方部分時間會見到陽光 明早南部天氣就相當冷了 希望會跌到冰點附近 買了Frost Guard的朋友 今晚拍下車之後 記住幫車掩蓋一張被子 如果大家看到一些很漂亮的雲 或者看到一些特別的天文或者天氣現象 請拍下它把照片或者影片 寄去我的電郵 又或者用Facebook Messenger傳給我 最好寫Credit Line讓我比較容易處理 我就會在節目中和大家分享 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和大家解釋一下天文現象是怎樣 最後也請大家多點點讚和留言 也可以把我的影片在你的通訊群道裡和其他人分享 如果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就記住馬上按訂閱了 拜拜 拜拜